喝水真的会变胖吗?其实,纯水是没有任何热量的,无添加物的纯水的话,是不会导致体重上升,因此喝水如果导致体重上升,就要注意喝的是含有热量的饮品,像是各类含糖饮品,另外健康的天然果汁,牛奶,蜂蜜柠檬水等,其实也都有热量,若饮食没有控制住,或是比较少运动的话,就有可能导致体重上升。 罗东博爱医学减重中心总医师,赵燕豪认为喝水导致体重增加,有可能是你的器官已经出问题了,我们知道身体过多的水分以及毒素,是由肾脏经由尿液排出,如果你的肾脏出问题,就会导致体内过多水分以及毒素的累积,那就会导致体内积水或是体表水肿,另外像是一些心脏或是肝脏的问题,比如说心衰竭,肝硬化, 也有可能导致体内积水或体表水肿,所以如果你的体重在短时间内大幅上升,很有可能不是肥胖的问题,而是你的心肝肾出状况。 城大医院家庭医学部主治医师,张颖帆指出,有人觉得自己是一胖体质,喝水就会胖,也有人认为失气重会导致肥胖。 实际上肥胖是因为摄取过多,消耗太少,导致热量以脂肪的形式堆积在体内形成肥胖,除了饮食和身体活动的因素外,也受到基因、心理健康和外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。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。 比起健康人,肥胖者发生糖尿病及血脂异常的风险,超过三倍,发生高血压,心血管疾病及痛风也有两倍的风险。 当肥胖者减少5%以上体重,就可以为健康带来许多益处。 高血压、糖尿病等与肥胖相关疾病就可改善。 每天减少摄取300到500大卡热量,同时增加体能活动多消耗200大卡。 就可以每周减重约0.5工程大医院家庭医学部主治医师张颖凡进一步说明,减重最重要的是饮食控制和增加身体活动。 饮食需秉持着三多三少的原则,也就是多喝水,多吃蔬果,多颧骨杂粮,少油,少盐,少糖。 此外每周累积15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身体活动,如快走、登山践行、骑自行车、健康操洗车拖地、整理庭院等,才能达到减重及健康促进的效果。 罗东博爱医学减重中心总医师赵燕豪指出,在这种炎热的夏天呢,我们建议要维持足够的水分补充,避免脱水。 因为我们知道水分能够维持身体正常的清晨代谢,那另外在运动建议的方面,建议依照个人作息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来做运动。 一方面除了避免高温产生的脱水,也能避免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伤害。 湿气重的人大都比较怕冷,容易手脚冰凉。 而怕冷的时候,身体会选择储存更多的脂肪来保暖,因此人就会容易变胖。 高一岗山医院筹摄处中医科主治医师罗韵平表示,湿气在中医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去除,而且容易造成疾病的一个因素。 那在中医的观点来看的话,其实湿气可以分为外湿和内湿,那外湿呢,就是湿因为环境的潮湿,或是连续的大雨,而导致的那内湿呢,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饮食,或是作息,没有好好的调节。 譬如说,你餐餐大鱼大肉,或是你过度的熬夜,或是你有三高,高胆固醇高血压,或是糖尿病等等。 张化秀传中医部主治医师连庭轩表示,台湾因为处在海岛型的气候,再加上我们的饮食习惯,喜欢吃冰品跟冷饮,造成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呢,身体都会有一些湿气的存在,也会比较容易有头晕,或者是会觉得头重重的,精神状况比较不好,甚至舌苔会比较厚的一些状况。 那在这种时候呢,我们可以集游最简单的食疗,就是四神汤来帮助我们去除体内的湿气。 专家建议平常可多做运动,保持环境,环境保持前噪减缓身体的湿气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,按赞,分享。